陈女士向我们反映 她的一辆雪佛兰轿车 在有60多个相同的环保违法曝光记录 但是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边 她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或者书面说明 现在呢整个罚款多少呢 6800块钱的罚款 她没法接受了 看西边调查 从陈女士这68个违法曝光记录 可以看出最早的一次是在2011年1月 最后一次是在2011年的5月份 违法行为绝大多数都是违反禁止标签指示 黄标车和无标车闯环保禁区 陈女士说要不是她要粘解 对这68个违法曝光记录 她还一直蒙在鼓里 是交管局法去跟人打电话给我 当时你什么感觉呢 当时我就很惊讶 我说就是说因为之前我有就是任何的违章 闯红灯或者是违禁 我都有短情通知的 但是这个什么都没用 所以他突然跟我讲说我违法了 68所流就是特别特别敬意 陈女士表示 如果交管部门能及时给她短信通知和提醒 她就会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 就是说我的那个就是身份证什么 跟我的手机号码 就是都是现在一直在用的 从来没有变过 而且那个交管局法去科 他既然能打通我电话 说明他是可以联系上我的 他没有他没有必要就是说那个等等曝光 我68次才打给我 据了解陈女士的这68个违法曝光记录 基本上都跟他车子媒贴环保标志有关 那么这68个违法曝光记录交管部门 有没有通知陈女士呢 从南京市交管局提供的这一份12345公单 不难看出 交管局曾在2011年1月到5月间 委托韩建局计发电子监控设备记录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告知单9次 但均因陈女士的房子出租给别人 而没有送达到陈女士手中 造成9次投递全部被退回 不过此前其他曝光都用短信通知 为何偏偏环保曝光在邮寄方式无法送达时 交管部门不能使用短信通知呢 目前陈女士还在和交管部门做进一步交涉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报道 交管部门看起来也递了9次通知书 好像也没有任何责任 其实像我们片子里面报道这个情况 它不是一个个案 以前有很多媒体 包括我们邻居记节目也报道过类似的情况 你想他一个人68次违法 这种故意违法虚意违法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那作为交管部门 首先我觉得你得是一个服务部门 当面给违章人打一个电话 真那么难吗 举手之劳而已 我觉得咱们交管部门执法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收罚款 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 让大家免于违章 维护一个更好的文化